猜谜语,趁人不备,猜一个字 这个谜题听起来蛮难的,其实也不会 想想看,把趁这个字下面的两匹去掉 不就是乖字吗?因此趁人不备,就是乖 猜谜语,正字少一横,莫作指字猜 谜题是什么呢? 千万别说是指哦,绝对不是停指的指 那答案是什么呢?是步,跑步的步,步兵的步 您觉得合理吗? 猜谜语,昨日不口流,猜一个字 答案是什么呢?正确答案是炸 就是新来炸道的炸,炸暖缓寒的炸 灵光炸现的炸 请问您猜对了吗? 古时候我们恭贺人家僧女儿 会说弄瓦之喜,如果人家生儿男儿,我们就说弄脏之喜 各位,我现在请问你们弄瓦之喜,猜一个字 您知道是什么字吗?答案是性啊,因为生女嘛 那弄脏之喜又是什么呢?答案是生啊,外生的生啊,因为生男嘛 你看,中国字,多有学问啊,是不是呢? 好,现在再来出个谜 题目是真心相伴,猜个字 请不要乱猜哦,对,要慎重考虑才答哦 答案是什么呢?真心相伴,猜个字 答案是慎重的慎啊 想想看,右边是真假的真嘛 左边是一个树心旁,不就是慎重的慎吗? 有人说我出的迷友,稍微难了一点 好吧,我现在就出一点简单的 题目是再见 就goodbye那个再见了 猜什么呢?猜一个中国字 我先给各位一个提示 我们什么时候会说再见呢? 再见这两个字啊,一般都什么时候说? 当然是分手的时候说啊 因此,再见猜一个字就是伴啊 打伴的伴,您猜对了吗? 猜名语啊,除了猜字名语以外 其实猜地名也蛮有意思的 我现在出个有关地名的名语给大家猜一猜了 题目是神明下班 猜台湾一个地名 这个地方在台南市 我先给各位一个提示 该地的面条很有名 大部分人都吃过那个面啊 现在你们应该猜出来了吧 神明下班啊 当然要把庙关起来啊 因此神明下班猜一个地名啊 就是关庙啊 台南的关庙 常猜谜的人啊 比较不会得到老人痴呆症啊 我现在啊,就讲个名语啊 让大家猜一猜吧 题目是千古恨 猜一个中文字啊 古人说,一失足成千古恨啊 原意是啊,爬山的时候啊 一不小心掉下去了 就粉身碎骨啊 就完蛋了 比语哦 为人处事啊 要谨慎小心啊 不小心犯了一个过错 很可能就难以弥补 像最近有个人啊 搞外衣啊 大好的前途啊 就完蛋了 这就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啊 好了 现在里面猜出来了吗 千古恨猜一个字 答案是跌啊 跌倒的跌啊 失足嘛 就是跌 您猜对了吗 猜你也受到很多网友的欢迎啊 现在再来出个字迷了 纯心不善 有口难言 猜一个字啊 就是猜中国字啊 再说一遍 纯心不善 有口难言 您猜出来了吗 答案是亚了 亚洲的亚 亚军的亚了 想想看 左边加个口啊 不就是亚巴的亚吗 亚洲的亚 下面加个心 不就是恶吗 就是恶魔的恶 今天啊 来出个小谜啊 让大家猜一猜啊 因朝地府啊 猜一个国字啊 猜到了吗 答案是快啊 一块钱 两块钱的快啊 您觉得有道理吗 最近几天哦 我家隔壁啊 每天就有人在楼下一只喊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很好奇啊 忍不住就下去问他说 请问您是立委候选人吗 他说不是呢 我说 那你干嘛 天天来我们这个巷子 一直喊 大家好 大家好 他说不是啊 我的朋友叫 大家好 他刚搬来这里不久了 他家的电铃又坏了 所以我只好一直喊 大家好 大家好 抱歉 打扰您了 有个贩售文创商品的公司啊 即将开幕呢 老板呢 就请筹备处的员工啊 大家集思广益啊 为公司起个好名字啊 结果呢 大家想来一想细啊 觉得创意这两个字啊 比较贴近公司的特性呢 于是呢 就用创意啊 去申请公司执照了 一页执照发下来啊 老板的脸啊 当场就绿了 因为公司的名称是 创意有限公司啊 小美啊 因生活困顿啊 只好去外国人家里啊 当佣人啊 但却常听不懂英文啊 而非常自责不安啊 因此啊 她常跑去厕所哭啊 主人问她说 你为什么要到厕所哭呢 小美说 这样至少可以得到一种安慰啊 主人说 听不懂一两句 有什么关系呢 你这样不是庸人自劳吗 阿嬷请个外傭啦 这个外傭哦 常常因为听不懂中文哦 非常自责不安啊 阿嬷就安慰她说 你去厕所一下吧 外傭说 为什么呢 阿嬷说 因为哦 你可以得到一些安慰啦 以后 听不懂几句中文哦 没有关系啦 何必庸人自劳呢 警察学校的教官啊 告诫学生说 头发自然卷的 或者是喜欢烫头发的人啊 都不要去报考警察学校 学生就说 现在不是取消法禁了吗 怎么还要做这样不合理的限制呢 教官说 因为哦 你们将来是执法人员啊 这些歌谁 要吴不这么是 艺术